大家晚安 我是卡滋可可 今天來挑戰一下 那是智力測驗吧 應該應該 把它打開 武器標準 這樣 我現在 可可現在 就是 現在馬上立刻鬧就是秀給你們看 我有多聰明 究竟可可至上會到哪裡呢 有個答案中 哪一個是最好的類比 對於1211211212 什麼東西啦 公公是2喔 這不一定會啊 這麼簡單 屬於做不同的那個 取錫鋼鐵頭 有 哪裡 常規程度嗎 糟糕 完了完了 等一下我第二題就卡住 不是這樣吧 提好了 不要問為什麼 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提我真的是 也不知道為什麼它是宇宙不同 讓它爽啊 不好隨便啊 完蛋了完蛋了 這樣我這麼聰明的人 總之會有一兩題不會嘛 對不對 找出與眾不同 簡單啊 F啊 立體我知道啊 找出與眾不同 那個 我跟你們講為什麼是F 我跟你們解釋為什麼F 好了 因為這些如果 把他們想像成是立體的東西 他們放在桌上 只有F這個東西會倒下來 這些都是平穩 都是穩穩的站在那邊 他們不會倒 只有F這個會倒 一定是這個它 與眾不同 就是它 就來了找出與眾不同的那個 來來來來 最後這個 找出與眾不同的那個 我知道了 是這個 是P 那為什麼嗎 CG CP 然後的最不同的地方 你看他們這幾個 除了P之外 其他的下盤都很穩 這個 P你這個走路會跌倒 它會斷掉 它會斷掉 其他都很穩 颱風來不會吹走的那一種 B啦 就是跟我一開始講的那個一樣 放著哪個會倒 好 就這樣以這種角度放的話 如果B倒過來放的話 那B一定沒事 但是現在這樣子放的話 會倒的是哪一個 B呀 會滾來滾去 只有B呀 這個滾來滾去就只有B嘛 簡單啦 簡單啦 哪一個是最好的類比咧 哇 這個猜字好厲害喔 它的邊邊跟這個對調耶 全是6-3-2-8了 我們的邏輯跟思考方式呢 都要找不同的地方 有時候抵抗的可以看出 這個下盤 不一樣 嗯 就選他啦 補個答案之中呢 哪一個是最好的類比 不不不不 這個下盤都很不穩 將會有好幾個不穩的答案 這個尋不出來 這次我們不考慮下盤 這次我們看的是 它的好壞 它是玩好的 所以它的相反就是 它剛別的筆頭壞掉 就是這一個 它把這個拉出來了 但是從一開始就做錯了 不一樣它沒有壞掉 可是感覺就壞掉了 所以答案是1 好 22T 我覺得是黃瓜 OK 你知道為什麼嗎 黃瓜 它是長長彎彎的 它的形狀跟別人不一樣 米它基本上 玉米粒是圓的 然後豌豆 豌豆基本上 也是屬於圓圓的那一種 可是黃瓜就不一樣 它是很明顯 它是一個長條的 好 但是一體長出與眾不同那個 這個了吧 你的裡面跟外面長得不一樣 這就是所謂的天神面孔惡魔的心 另外不一樣 OK 三色提 找出下列數字中最多 那個 最多餘的那個 我想一下 我班上有一個同學 會一直欺負 我想一下哪一座號的 我記得它是19號 它是多餘的 好 找出與眾不同的那個 又來找 死邊形 六邊形 各位 各位親愛的觀眾 剛剛可可教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學到呢 站不穩 第一找出與眾不同的那個 這個時候呢 不用看 在那邊講 不用想那麼多 哈爾冰 就是哈爾冰 它三個字 好 到最後 去 去